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亚利桑拿州的凤凰城 这是Costco加油站 我们看一下 这是星期六 来加油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因为他这个会员办的非常多 亚利桑拿是有著名的大峡谷 在它的北边 还有那个像马蹄湾 还有羚羊谷 还有个波浪谷 然后在它的北边 靠近那个爱丹河优塔州 然后它的韩与内华达州 西边与那个加州是联到一块的 所以这个州是标志性建筑 标准你看大家看车牌上 最前面那个就是 先人子路 先人棒 先人球各种都有 非常多 这种 以前我是觉得亚利桑拿太热了 因为以前它是在南部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交近 它里面有很多的沙漠 隔壁 盛产的也是这种沙漠的植物 所以我认为这边太热了 以前从那个加州 亚利桑拿 新墨西哥 然后到德州 路易桑拿这边 后来感觉来到大峡谷 来到这个凤凰城 感觉这个天气 可能是冬天来的吧 秋天冬天来的时候 觉得气候还是能够接受 因为毕竟在室内还是有空调啊 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像那个新冠的疫情啊 新冠疫情有种传说 觉得是 就是热带 气候热 对这个有好处 比较有好处 好处比较多 感觉到 所以说还是觉得 来亚利桑拿凤凰城 能够安全一点吧 包括下个礼拜也预约了 打那个蒙达纳的疫苗 希望能够在太阳城 能够菲尼克斯 知道以前有个菲尼克斯太阳队 就是这种热情啊 这种非常棒 朋友们介绍 说让我介绍一下 美国的各个州的情况 我就把自己的身边的 自己清新经历的 已经走过了49个州嘛 所以就是 一一给大家介绍 这边到夏天的话 是100多度 温度是非常高 平常就100多度 100 100度 120度 110几度 温度非常高 你像现在的话 就是 70度到40 47度 温度 还是能够接受吧 可以穿短袖 稍微是有点凉 就是早晚 早晚是还是有点凉 有点 但是这种美好的天气 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还是要珍惜啊 你不要说 就是说自己 拥有的是什么 自己 最 看重的是什么 自己最享受的是什么 然后你去 大胆的去 拥有它 去享受它 就像你这边有蓝天 白云 阳光 雨露 你就去享受它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